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事已进入第三个年头 这场战争显然已演变成一场巨大的消耗战 尤其是武器装备和数量都处于劣势的乌克兰 更渴望获得军事支持 于是作为北约成员国之一的比利时 星期二就许下承诺 将在2028年之前向乌克兰提供30架F-16战斗机 这件援助被形容为前所未有的 比利时可不是信口开河 该国首相德克罗可是清清楚楚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两国之间 关于长期安全和支持的双边协议 这项协议还包括在今年内 就提供9亿7700万欧元的军事援助 刚刚提到的30架战斗机 首批最快将在今年年底交付给乌克兰 不过并没有说明第一批的数量到底是多少 比利时目前正在和几个欧洲国家 包括荷兰和丹麦组成联盟 向乌克兰提供F-16战斗机 并在初期培训当地的飞行员使用这些飞机 在还没往下看之前 先来简单了解F-16战斗机到底什么来头 F-16战斗机1978年出生于美国 拥有出色的作战经历 该机型攻防能力强大 可执行反攻近距离空中支援和空中侦察的任务 最大航程可高达4220公里 在俄乌战争中防空处于劣势的乌克兰 也许能够凭着F-16战斗机 平衡俄罗斯在空中的优势 泽连斯基此前也估计 如果乌克兰想要结束俄罗斯对天空的统治 则需要四倍于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和120架至130架的F-16战斗机 尽管如此 目前与基辅合作的伙伴 都不允许乌克兰用他们提供的武器 来攻击俄罗斯的领土 而基辅军队一直以来只能够使用 当地制造的制杀式无人机 来攻击俄罗斯的领土 对此 昨天会面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肖尔茨 则一致认为 只要乌克兰遵守包括美国在内的武器供应国 提出的条件和国际法 就应该被允许摧毁俄罗斯发射导弹的 军事基地 唯不允许攻击民用设施 至于一些北约成员国也这么认为的 此话一出就引起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不满了 并警告北约不要玩火 如果西方国家允许乌克兰使用这些国家 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将会产生严重后果 普京并没有仔细说明会招致哪些严重后果 但警告他们应该意识到自己在玩什么 尤其是许多欧洲国家领土狭小 且人口稠密 难道普京是要将炮火指向欧洲了吗 您对普京这句话有怎样的诠释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